大家好,今天是8月12日,星期四 收市之後,恆生指數今天凹凹凹 落到26,500元附近的水平 過去九天都是這些區間位 暫時未確認反彈完結 尤其是隔夜美國的通脹數據不算太恐怖 又延緩了美國聯儲局加快加息的步伐 市場沒有那麼多恐慌的時候 都有來彈的,替我再一次強調 這浪我繼續看跌浪反彈 希望可以嘗試27,000那些250周線 但是較難站穩 月近27,000的話 投資者有重倉蟹貨的話 就要想想是否需要乘機減持 或者至少做反向ETF 不過不是現在做,再看一看 要不就真的彈到27,000左右才做 下有回頭才做 要不就向下跌穿26,000的時候 才成勢加沽 另外也要提點一句 芯片半導體板快,不是那麼利好 汽車芯片不准抬加這個政策因素 而且包括中芯、華雄、ASM、三石 都先後出現業績之後 捱沽這個市場不信任的表現 因此科技之中 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芯片半導體股